花蓮縣和夏威夷郡 从1971年缔结姐妹室 到现在已经有53年了 夏威夷郡长赫别和县长徐真卫 相约在美东时间6月7号 夏威夷国王节开幕上 隆重举行的续签姐妹室盟约的仪式 县长徐真卫以花蓮特产玫瑰石板画相镇 象征着双方坚弱磐石的情仪 而夏威夷的郡长他也相镇了纪念铜像 象征双方情仪长存 现场有700多位民众 还有直播线上全球观众一起来见证 现在许多表示此时此刻 最无比感动的 感谢夏威夷热情的邀约 花蓮与夏威夷地节情谊 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方才两个多小时的交流 可以发现 花蓮与夏威夷都有诸多非常类似之处 有高山有海洋 而会有地震和台风 更加要是在这土地上的民众 都有着坚定温馨 感恩而且幸福的心 感恩土地多元的文化 美好丰盛 大家的生命 而花蓮与夏威夷的情谊 透过太平的海水 东海岸与西岸 把它连接起来 再次感谢郡长 以及议长举办这隆重的聚会 再续盟业 让彼此更加平凡 因为我们感谢这块土地多元的文化的美好 丰盛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认为 表演向世界展现台湾丰富的原住民族文化 花蓮与夏威夷登场 2024年 花蓮丰盛 其中有一定要教育的朋友们 一定到花蓮参与 共同庆祝太平洋南岛与原住民族的丰富文化意涵 值得终于消遇不到